3月到6月,四生孝的日子不难不苦,赚钱不少不累,足够幸运。 3月至6月期间是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,也是机会最多的时刻。 在这段时间里,人们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,也有更多的机会赚钱。 以下几个生孝的人,在这三个月期间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,赚取更多的财富,并连续三个月享受好运,让自己成为富有的人。 生孝羊,命运看来非常顺遂,属羊的人可以把握机遇,发挥自己的能力,取得更多的成功。 工作上,属羊人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帮助和支持,这将会让他们事业更上一层楼。 同时,财运也会随之提升,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和财富。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,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。 作为命格属土的属羊人,他们在春季将受到财神爷和吉兴的庇佣。 这将会让他们在投资等方面更加得心应受,获得更多的偏财。 而且,他们自身的福气也会加强,遇到麻烦的事情也能够迎刃而解。 属羊人即将迈入顶峰阶段,事业喜气洋洋,工作一切顺利。 他们聪明过人,情商很高,很会说话做事,跟人打交道给人的感觉很舒适。 在社会上很吃得开,是典型的职场高手。 同时,他们的运势也将会不断上升。 前程远大,一片光明。 近期,属羊的人福德宫得到福财福星的庇佑。 运势看来非常好,将要改变之前的不顺,他们的财运也将大大提升。 经常获得高手的指导和意外之财。 生活富足,特别是三月十日。 属羊人有非常好的运程,财运旺盛,也有财神垂青,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。 生肖羊的人为人非常厚道,他们不会太在意金钱利益,也不是自私的人。 对朋友很无私,在生活中,他们懂得如何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,因此可以抓住友情,有了贵人的帮助。 他们在事业上不会走下坡路。 今年三月到六月期间,他们的收入不断增加,告别辛苦和烦恼,源源不断的好机遇摆在眼前,也可以借此机会达成目标。 生活不再受累,生肖狗。 属狗人2023年将会迎来财运的增长,步入事业的顶峰期。 他们具备聪明过人的头脑和高超的情商,善于言辞和处事,与人交往时给人以舒适感,备受社会各界的认可。 属狗人通常能够在入职两年内身为主管,这表明他们的能力非常突出。 且具有极强的人际关系能力,所以他们在职业晋升的道路上常常能够走在前面。 3月10日,属狗人观鹿宫得到红鸾凤及吉星的庇佑,这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运势和希望。 未来的财运将会蒸蒸日上,属狗人在3月份将会得到吉星的保佑,不幸和厄运将会远离他们。 他们有望发大财和赚大钱,随后将会对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,带来更加顺畅的事业运势。 他们的运势将会不断上升,因此可以享受更多的升职加薪机会。 收入也将会稳步增长。 属狗人最近七天的福德工也将得到福财福星的庇佑,这将带来更加顺利的发展机会和财富收益。 3月10日,他们将会迎来运程极好的一天,尤其是财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,经常得到高手的指点,也有机会意外获得财富。 因此,属狗人的生活将会十分优越,收益不断上涨,而且在工作中也有贵人相助,必将更加成功和幸运。 属狗人的生肖命格属于土,因此在春季也将会受到财神也合极星的庇佑。 他们面对困难时也能够迎刃而解,拥有强大的福气和偏财运。 例如在投资方面,他们具有精准的眼光和出色的能力,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并获得更多的财富。 属狗人的正财和偏财都将会十分旺盛。 只要肯付出努力,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。 总的来说,属狗人的未来将会充满顺利。 属狗的人在今年的三个月期间拥有整整三个月的好运。 这三个月的好运集中在三月到六月期间。 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升职加薪,接连时限。 从三月的第一天开始,他们就不会有漏财和破财的现象发生。 不会遇到小人,使自己的之路越来越稳定。 他们懂得如何做一个有分寸的人,表现良好,更能得到许多的新帮助。 赚钱不断提升。 在这段时间里,他们脱离了贫穷,还能不断往上升官。 生肖猪,2023年将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。 有机会让你走向财富之路。 在佛祖的庇佑下,和贵人的支持下,属猪人将会拥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。 事业前途光明,他们将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。 收入稳步增长,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 最近七天,福德公和财神星将会庇佑属猪人,带来好运和财运。 改变之前的不顺心和困境,使他们摆脱困境,实现梦想。 3月10日的运势对属猪人来说非常好,尤其是财运。 他们将经常得到高手的指点,有时也会得到意外之财。 因此,属猪人的财富和地位将会不断提高,取得更大的成功。 属猪人通常聪明过人,情商很高,擅长处理人际关系。 是典型的职场高手,他们通常能够在两年内成为主管。 这说明他们的能力水平非常出色,且人际关系良好,因此在晋升的道路上总是更快。 前程远大,一片光明。 由于属猪人的命格属于土,因此他们在春季会受到财神爷合极星的庇佑。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他们都能够迎刃而解。 此外,他们的运势会得到提升,获得更多的偏财运。 例如投资等方面,可以通过自己的眼光和出色的能力来降低风险,从而赚取巨额财富。 3月10日,关露宫将得到红鸾凤吉星的庇佑。 这一位属猪人的未来将充满希望,赚钱赚得风生水起。 在三月,吉星的庇佑将会改善属猪人的运势。 事业和财运都将得到提升。 幸运之神不断降临,大吉大利。 2023年,属猪人将会受到老天的青睐。 财运增长,事业蒸蒸日上。 在佛祖和贵人的庇佑下,他们将会迈向人生的巅峰,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。 属猪的人在今年之内幸福生活不在话下,尤其是三月至六月期间,他们的运势持续变好。 他们赶走了小人的影响,并提高自己的效率,在赚钱方面更不会有下坡路。 从三月底开始,他们的收入稳步提升,生活质量慢慢改善,心中有明确的目标,日后不会迷失方向。 一直到六月,生肖马,生肖马的人,个性自由奔放,勇往直前,充满激情和活力,常常能够在职场上脱颖而出,成为领袖人物。 他们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和创新思维,经常能够带领团队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 属马人在三月十号将迎来极星高照,运势极佳,特别是在财运方面,将会有很好的表现。 他们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,在投资等领域获得不错的收益,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 在工作中,属马人将会得到上级和同事的支持和认可,事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,必将迈上新的高峰,前途无限。 由于属马人的命格属火,所以在春季时将会受到财神也合极星的庇佑,运势极为顺畅。 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迎难而上,勇往直前,而且还能够获得偏财运的增长,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。 3月10号是属马人运势爆棚的一天,财神垂青,运势极佳,必将实现事业上的新突破,同时也将有很好的财运表现,得到更多的收益和回报。 属马人在2023年将会受到老天爷的眷顾,事业和财运都将达到新的高峰,他们的自信心和勇气将会为他们赢得更多的机会。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,获得更多的回报和荣誉。 在工作中,属马人将会有更多的升职加薪的机会,实现自己的职场梦想,同时他们的财富也将会有不小的增长,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。 最近7日,属马人将会获得福财福星的庇佑,迎来好运,将要改变之前的不顺情况,走向成功和富裕的道路。 今年3至6月期间,生肖马的人将持续享受好运,尤其在事业方面,机会不断涌现,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出现,不会被情绪左右,但却非常重视人情,能够包容他人。 这种态度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,也不会因为私人情感问题而影响工作表现,此外,他们不会过于坚硬,因此,在今年的这段时间,生肖马的人将会遇到很多贵人,特别是在3至6月期间,好运会集中到来,生活更加充实,赚钱也会不断增加,生活没有太多的压力。 感谢观看